欧债危机 美国停滞 中国增长方块 世界又进入另外一个改变你我每一个人生活的经济循环 请收看文贤的财经故事 欢迎收看今天的文贤财经故事 我们先介绍现场三位重量级的贵宾 第一位是台湾大学的副校长 也是台湾大概MBA管理学领域里头的头号大师 汤明哲副校长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是我们称为叫超级分析师 Buckler的董事总经理杨寅超 你中间终于现行在我们的节目上 每次都是声音好像隐形的来宾 杨寅超好 谢谢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欧债问题的专家 吴志忠 吴教授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我们首先先请教杨寅超真理行家了 本来大家都在看这个iPhone5 最大的消息在周末是它发疯了 根本一个礼拜就卖了一千万只 那那个时候你们Buckler预估它可能要卖五千万只 我待会要问你要不要上修 可是今天就跑出一个消息 在这里头代工的非常重要的富士康 洪海 山西太原厂发生了暴动事件 这个暴动事件所谓的暴动是员工两群人打架 不是说什么他们对劳动条件不满意 所以起了所谓的劳资交纷 是两群员工 这两群员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在整个它有7.9万名员工 这两群员工刚开始是两批人在宿舍外面互相打架 打到后来就变成两千个人一起打 变成群殴 然后最后凌晨三点的时候出动当地的警察 然后震报这一场暴动 那有些员工就被公安拘留 那现在不了解这场斗殴事件的原因 但是确定应该不是劳资纠纷 就是员工跟员工打架 那洪海也在配合公安的调查 那这件事情呢 今天不只是台湾的媒体报道 我看到Bloomber报道得非常大 而且报道得看起来很恐怖这样子 好像那个地方有Riot你知道吧 这个事情到底对于整个iPhone 尤其对洪海的影响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今天电话快接报了 很多人在问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较单纯的员工打架 我之前也做过财务长在大陆管控工厂 我觉得多少的时候很不幸会员工打架 所以不像有的外国媒体说 好像是什么劳资纠纷啊 或者是什么超时啊这一类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单纯没那么复杂 那它那个地方主要都是做iPhone5的这个机壳 这个机壳啦 这个是你们制作单位提供的 你们制作单位真的太厉害了 既然iPhone5从香港找来的 iPhone5这是4S iPhone5竟然 两个摆在一起我们看一下 比较长一点 比较长 长一点 那宽是一样 那薄的话是18%薄 然后轻的话20% 可以感觉出来很轻 所以真的你制作单位蛮厉害的 竟然找到iPhone5 我以为你从新加坡带来的这样 还没有 所以您刚刚问到就是太原的地方 它主要是做机壳 iPhone5后面这个 后面的机壳 对 因为iPhone5主要组装是深圳跟郑州 所以主要的话生产不会受影响 那机壳的话有三个地方做 就是深圳 郑州跟太原 所以第一个影响的话 只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第二的话最多只停一天供而已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公司也联络过 其实没停什么供 所以我觉得可能媒体 就是有些外国媒体 可能不知道中国现象 把它炒得这么严重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他们一直对于这个 整个苹果的赚那么多钱 结果它的生产链 却不在美国国内 对 一直有意见 希望苹果可以拉回来 没错 然后Steve Jobs告诉美国人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错 除非你准备买一只手机 五千块美金这样子 才可得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因为美国有选举压力 有那个就是就业压力 所以有些这种压力在 那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回到 所以你基本上认为 今天像Bloomberg 所有的国外的媒体是 不了解实况 然后把问题报得太大 没错 你以前在大陆看过很多工厂经验 它的员工因为都从外地来 住在宿舍 巴巴的员工里头 有两千个人这样打群架 是正常的事 对 不可能说正常会有发声 因为很多不同省份的来 然后省份有不同情节 然后一讲的话 尤其员工脾气又不太好 就是会发声的 会发声的 所以你不认为还会对 iPhone 5的任何生产造成影响 因为你刚刚分析嘛 太原主要是做你那个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 鸡壳 这么稀奇的事 你不给大家看一下 就最后面这个黑色的鸡壳 那做这个组装的主要是在深圳 跟在郑州 河南 所以组装的是最重要的 不会受影响 那做饥渴的有三个厂 一个是太原 一个是郑州 一个是深圳 那现在这个可能只停工一天 所以你不觉得这会产生任何影响 对了 而且零件一大堆存货都有 所以不会有影响 其次我问你 就是iPhone在上市一周以后 狂卖了一千万只 这超出你原来的疫情吗 是 比我们想象的多一些 因为iPhone 4S 去年的时候 它第一个周末卖四百万台 所以我们觉得的话 这次应该会差不多 加倍多一点 所以八百万一千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 你们本来以为是加倍 可能是六百万到七百万台 还是 没错 差不多六七百万 我本来估计六七百万 六七百万 没有想到它变成一千万台 所以它变成乘以二点五万 没错 没错 而且那时候很多觉得说 有什么零件缺货 大家那时候都很怕 说可能做不出来这么多 我觉得事实证明 其实鸿海出了可能还不止一千万台 所以可以卖一千万台左右 所以第一个礼拜就卖掉了一千万台 所以整体来讲 你认为 现在叫你在 你应该被要求写分析报告嘛 因为你本来写的预估是五千万台以上 那你也在我们的电话连线里头 提到你对iPhone的判断 是 大概iPhone 5呢 有几个理由 当时你觉得理由 就是第一个 它比较 萤幕上比较大 比较长 然后又比较长 然后它不像4跟4S的差距很小 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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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买4S的人 那个Siri都是被骗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就 很多人不买4S就直接从4 对 就直接跳到了5这样 没错 所以你当时就判断5会卖的比4S好 非常多 没错 可是它超出你的预期这样 是是是 远超出了你的预期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台湾有关的苹果概念股 像鸿海 今天的股价是95.80 主要是传出今天太原的消息 它还跌了 那红准今天是119 它是没受什么影响 大力光 郁金光 星星华通的价格 那基本上它的涨幅 有些涨的比较高 像郁金光 是涨了2.21% 其他涨幅都并不高 那整体来讲呢 似乎并没有反映出来 1000万只这样的一个涨幅 是 什么原因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 其实这些苹果概念股 已经涨了一两个月了 所以一两个月的话 到iPhone 5出来之后 那一天有点获利了结 所以有些新闻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在等苹果 它正式公布 这1000万台数目 现在还没有公布 是大家在抓的数目 所以等苹果正式公布的话 又一波 所以另外的话就等 可能鸿海9月的月营收 10月10号会出来 所以我们之后 还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新闻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话 是第四季 因为这样才刚开始卖 我觉得第四季的 季出货量会把大家吓一跳 像您很记得 去年4S出来的时候 4跟4S 刚您讲 其实涨的是一样大 它卖了3700万只 所以我们觉得 今年第四季的话 这个完全iPhone 5 又薄又快 又很多好的东西 卖5000万台 应该机会很大 所以这些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股价会一直涨 而且跟去年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今年我觉得 第四季出的量 还不够 就供不应求 所以明年第一季 还会继续再卖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会涨好几个月 而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就苹果概念股 苹果概念股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今年又是碰到 第四季又是Christmas 所以它也是压在 这个时候卖 对不对 就是它最好的一个卖进 我刚才问你一个事情 它为什么选择在QE3 要宣布的9月12号那天卖 因为因为我就看到 马上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很可能QE3 它使得市场 有很多豁密攻击 然后一出来之后 会使得苹果又多卖很多 iPhone 5 其次可能可以支撑 美国经济成长率 0.2% 你觉得这个说法 是合理的吗 日期是蛮巧的 因为苹果是9月12号 定了很久了 对 那我们真的觉得 0.2% 0.3都有可能 第四季GDP 对对对 一直要六七百块 可是9月12号 13号是联主会 早就像我们都知道 下次是10月24号 在下次是什么时候 所以你觉得是故意的是吧 是 其实就是机会非常的高 那我请教一下 你怎么样看这个 这个创新 这个 这个 太对了 因为它 你记得前面的iPhone 4的时候 是在两年前的 大概是这个时候开始卖的 7月份开始卖 所以两年的约绑好了 正好到 5 所以很多是iPhone 4的人 正好约 两年约到了嘛 就等5 你说等电信的约 对 就等了电信约绑两年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一批就正好解掉 然后马上就move到iPhone 5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iPhone 5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over estimate 就是它的可能是 它的量呢 是因为那个因素造 那这个因素是意识的因素 不是一个长期的因素 没有说不一样 这个实在是很难讲 因为第一个 第一个Samsung呢 也被告输了 所以很多东西 也进不了美国 OK 所以这里面要贴补这个东西 贴补这个空隙的话呢 还是iPhone 5 再加上历史上 iPhone 3 4 5 4S 累积了太多的应用程式 更多的应用程式 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买iPhone 更多人买iPhone 就有更多的应用程式 这个雪球效果 已经在开始 在rolling了 他们的副教授不只是个学者 他对台湾的几个企业的管理 非常熟悉 尤其是几个跟手机有关的 有低价的智慧手机 那你也很熟悉 像HTC 那你也注意到Samsung 也注意到iPhone 那你认为iPhone在未来 他最近啊 其实刚刚另外一个宣判 在德国 就像我们早就在节目讨论过 我想物质中很记得 我当时就一言 他除了在美国本土 他什么地方都会输 因为他申请的状利太荒谬 果然德国在周五的时候 上礼拜五派他又是败诉 所以他真的只有在 主要的法院目前就是美国一 他在日本也输 在德国也都输光光 输给Motorola 也输给Samsung 他都告人家侵权 他都输掉嘛 但是他看起来不管怎样 他就是魅力无穷 然后一大堆人就一大堂 就去排队 我看到有一个消息 说有一个大陆观光团啊 他们整个团本来是去美国 去纽约旅游的 就说这里在干嘛 他排队明天要买iPhone 那我们就来加入排队 当初然后就不要去住旅馆了 就在那个地方就加入排队买iPhone 然后就买到了 他就啊好兴奋啊 我们这场来美国最大的售货 不是去看你家拉瓜谱 不是去买到了iPhone 5 所以唐副校长 我们台湾的HTC手机 以及韩国的Samsung 是不是会在这一场 因为iPhone 5在出现里头 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 这么大的打击可能已经在发生了啦 那现在是iPhone 5这个到底能够它的雪球效果要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个还是有待观察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iPhone 也不是说每一个application都用得非常的smooth 所以呢 这个iPhone 5的东西还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 而且下面还有那个iPad mini出现 iPad mini 我教他你给我报告出来 因为我要定一个目标股价 所以他一定要被定 你认为iPhone 5的魅力在哪 因为我们很早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就认为他的魅力是超过iPhone 4 iPhone 4S两个你都认为超过 你觉得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很大是个品牌 YouTube现在有个 你拿黑的好不好 我没有黑的来拿 这白的很容易拿到 是 iTube现在有一个短影片 我觉得蛮好玩的 美国一个talk show 就是一个讲笑话的节目 他拿4S到街上 跟人家说是iPhone 5 然后请大家说 觉得iPhone 5好不好 大家拿了旧的iPhone 6S 以为是iPhone 5 哇 这个又轻啊 又薄又怪 其实他手上总共拿的是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一个实验 美国人对这品牌 苹果品牌真的是 太迷恋了 太迷恋了 所以什么东西给他 所以是盲目的 非常盲目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iPhone的爱 改成love这个爱这样子 就是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功能 不是一个理性的 不是理性的 而且你看这个做了 基本就是很像个精品一样 他用钻石磨的 然后后面是金属的 大家开玩笑说 Sensor那个S3是比较大 不过是塑胶壳 这个是玻璃 这个有点像日本的某一种设计师 做出来的那种 没错 对不对 就很像日本的某一种 像Virtue那种精品 已经做到精品的品质 可是根本跟Virtue这种价格差很远这样子 对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是品牌很厉害 刚才那个汤福校长有讲究说很多是APP 一些微软一些层次也不错 那当然这个的话就稍微大 然后稍微快 因为Forge LTE还是快很多倍 所以我觉得它又实用又漂亮 你说它是Forge到底快多少呢 差不多有五到十倍的速度 五到十倍啊 五到十倍的速度 LTE跟3G比起来 你不用啊 五到十倍 我还没拿到 你们没有送我一支 所以我不晓得有什么魅力啊 五到十倍的 他拿到已经玩了半个小时了 他当然讲得比我好了 所以如果以上网速度 他可以这么快的来看的时候 你觉得是绝对有道理的这样 对 而且其实这个去年就有 那时候苹果不太敢用 LTE 因为那太费电了 他这一次的话 有个新的晶片 把全部合在一个晶片里 所以这个 它荧幕又大 其实这个电子比这还要长 所以我就很大一个卖点 它这个电子很烂的 一下就没有电了 4S 对 那这个电子很长 比这还要长 有4G还长 还大荧幕 所以你自己做一个user 刚玩了半个小时 你的感想是 它真的会大卖 比你想的好吗 什么好 对不起 比你想的好吗 比我想的好 而且我都想把它留下来了 不管给你们制作单位了 我当时啊 拿到台湾第一台iPad 那是郭台铭送给我了 叫台湾第一台 但是他送给我第一台的理由 不是为了要送我 他是为了要送韩正 所以他就直接从美国买了 iPad来台湾 那既然要送给韩正 他就要送给我 结果韩正他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我就拿到了第一台 我拿到第一台以后 我不是自己用 因为我没有用啊 我不是不会用 就是对我来说 我当时是要上另外一个节目 我要分析到底iPad 它对于市场 市场冲击会有多大 我就把它交给了 汤副校长的好朋友 叫做张明正 因为他是一个网路的 heavy user 我就交给他 他就拿了那个 从下午完到晚上 老婆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然后就一直玩一直玩 刚开始他说乍看之下 iPad刚出来 他第一句话说乍看之下 像一个放大荧幕的iPhone 可是没有多久 他说这个东西完蛋了 他把所有的notebook 会彻底打败 然后他就讲了 几个优点 几个确定 所以他就比当时 红基的蓝旗的判断是正确 他说他会彻底的席卷 跟改变所有既有的 这个笔记型电脑的 所有的市场 那就是他当时的判断 所以我刚才就特别问你说 你作为一个user 而且你是对iPhone啊 然后做高科技的分析师啊 然后对鸿海 人们说你是红海圣经 最主要的撰写者 所以你的判断 现在的股价 还是低估的吗 还是低估 我们工资觉得会800块以上 现在刚过700 你说苹果啊 苹果的股价 所以红海 可是红海在里头 占的利润并不高啊 对 红海的话 就是红海还是 它的透明度 还是比较不太好 您可能知道 我上个礼拜到新加坡 到香港 看了很多投资者 其实现在您刚讲 很多苹果概念股之内 红海是最便宜的 就是它本益比最便宜的 因为的话 就是它工资很好 问题是它透明度 还是不够 透明度不够的话 很多投资者买进去 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您刚刚讲 太原这个暴动 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对红海 也不知道里面做什么事 暴动一出来 大家在猜 会不会是什么 劳工纠纷啊 又什么跳楼 大家想一些 有的没有的 所以红海的话 股价真的是低估了 那我们希望是红海的话 透明度多一点 多一点资讯给投资者的话 以后涨的话 会涨很多 所以在所有的 现在的苹果的概念股里头 红海的本益比是最低的 最低的 而且低了二三十%以上 二三十%以上 对 所以如果它可以 做到透明化 合理的来讲 你觉得它其实 现在这些股价都低的 那其他的 像大地光这些呢 也觉得是合理的了 这些都 我们还是很有潜力 为他们的话 就是本益比稍微高了一点 因为这波涨起来了 红海其实没有涨很多 红海之前的话 是因为Shop的关系 一些它利润 就这两年利润掉得很厉害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就怕 你谈Shop 我正好要问你Shop OK 那么最近Shop跟它之间 听说一个礼拜下来 No contact 没有接触 是 那可是呢 很奇怪 有人就传了东西 到我的手机来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他说这是一个商业机密 这手机太可怕了 就有人传给我说 红海虽然好像在股价上 没有跟Shop达成协议 事实上已经在里头两边共同合作一个叫做视网膜的面板 然后未来呢 在New iPad跟各方面 所以已经全部超薄 我也不是很看得懂这个 他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们已经共同在开发一个非常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即将即将很快的就量产 我就收到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谣言还是事实 我觉得那时候郭台铭想进Shop 很大原因就是说Shop的技术真的很好 就面板技术 你刚刚讲的Retna这种视网膜技术 像这个都是用Shop的面板 我觉得是一定有 那他们合作的话 我也不敢讲 因为的话那时候Shop的话 他很怕这个技术外流 所以我觉得技术给红海 现在应该还不是 他们合作应该是有 就大比方说可能Shop提供面板 红海提供组装 不管是电视手机 或者是那个电 那个什么PC都有可能 所以合作是应该有 不过技术的话应该还留不出来 他不是只技术 他只是说商法的合作 所以非常快的 应该有 会非常快 所以事实上 他说外界讲说双方没有合作 基本上是假的 对 我觉得他们合作 因为很多年了 他之前 那个红海帮Shop做TV 或做手机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也不是新的东西 他们在谈 或者他们还没有谈成的是 怎么样再进一步合作 包括股价 包括股权或管理权 这种产品的话 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会跑出一个消息 说Shop准备皮革 别不知道找Intel 我在看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消息 有点白痴 我觉得有点白痴 因为第一个Intel 他入主Shop要做什么 第二个 Shop要Intel的钱干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现在的问题是 汇率太高 生产成本太高 他需要的是一个 帮他可以很快去建工厂 那Intel自己也都是 外包给别人 Intel自己本身的工资 也非常的高 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Shop的汇率问题 税率问题 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 那怎么会传出这个消息 说Shop准备皮革 别抱去找Intel 就是说是不是在日本也有非常多人 在台湾也有非常多人 就不断地在一些做放空的消息 使Shop的股价乱跌 使某些价格可以乱跌 是不是有这种市场操作 你认为有可能Intel入主上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是假消息 对 我跟我们日本的分析师也讨论过 觉得不可能 不过你刚才讲 在股市的话 常常会有这种情况 尤其很多Hash Fund 对冲基金 放消息 股价上下就会赚钱 这个其实常会有的 所以我们分析师 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新闻 我们可以分析说 对还是不对 那当然现在Shop跟鸿海还在谈 那现在时间是在鸿海这一边 因为Shop需要钱 所以拖了越久 对鸿海越好 而且我听说 他们有人甚至讲说 现在有一堆 故意的Hash Fund 一直在攻击Shop的股价 在日本一直攻击它的股价 一直放空各种不同的消息 一定有 有人甚至讲说 这对郭台铭非常的有利 暗指说 这整个所有的攻击本身 是郭台铭很高明的谈判 有这种市场的传言 你觉得 当然我觉得 郭台铭应该不会在后面 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样他就会破坏 跟Shop的合作关系 没错 那当然从投资者 从那些风险基金 对冲基金这样的话 他们是想要赚钱 所以放消息是常有的事情 像美国很多就有这种 就是他们先买或卖一些东西 然后放消息 然后再赚钱 这个常常会发生 所以像Intel这个消息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突鹰放的消息 因为你如果知道市场的人 没有人会认为 Intel会入主Shop 校长你会想到说 Intel会入主Shop 如果Intel Capital 跟那个鸿海的资金 一起入主校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就看那个Intel 他们要做什么东西 Intel在电视这一块 还没有着墨 它以前曾经要进入到电视 进到这个Living Room 可要失败了 所以你不晓得 Intel下一步要做什么 因为后面是ITV出来了 ITV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PC跟ITV呢 跟TV呢 就有个连结在那个地方 互动电视 对对对 那你说Intel会 放弃到这个市场吗 不会的 所以Intel可能在想 它在TV上的布局 它要怎么办 因为将来一定是 我们现在在电脑上看 PC看到的 电视上看不到 两边不通的 对 以后如果说要通的话 然后Apple再把它通起来 所以Intel也在想这个事情 可是对鸿海跟Shop来说 他会选择的是Apple 还是选择的是Intel 应该是Apple机会大一点 对对郭台铭来讲 它发神经去跟你Intel合作 这Shop来讲 它现在已经是 苹果的供应链了 所以我刚刚就一直认为 这个消息是Hedge Fund的假消息 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这个世界上 很多信息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Never say never OK 那么其实除了苹果 在这个礼拜呢 它可以说席卷 跟改变了全世界之外 另外也是QE3 QE3呢 出来了不到一个礼拜 市场的庆祝行情 就几乎快要完全完全结束 而市场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中国大陆跟日本 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 就过了10月份 第一个是日本的自民党的党魁 926礼拜三 他要选党魁出来 然后再来是中国大陆 18打 它是10月份的时候 要进行18打 可能是10月底左右 然后日本的众议院的改选 可能要换首相 那民主党也不要下台 自民党要抢政权 标的 双方标车 都是标车掉一台的事情 然后都是标车日本的民族主义 那自民党内部也标车 自民党跟民主党也标车 那在这个情况里头 中国大陆变成被迫迎战 也被迫要变成强硬起来 所以有一些国际政策专家 非常的担心 在今年的10月份 中日可能擦枪走火 而产生一个有限度的 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战争 那即使没有的话 也可能出现贸易的制裁 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 受了影响 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分析 整个第二条事件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就对于是什么来自权切断的 知道圣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